欢迎大家收看李克强去世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李克强被习近平边缘化的前中国总理去世 前中国第二号领导人李克强的突然去世震惊了许多人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享年68岁 对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的反应 李克强逝世心碎离世 请大家收看 李克强被习近平边缘化的前中国总理去世 BBC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享年68岁 他曾被视为中国未来的领导人 但被习近平总统超越 李克强是一位经济学家 曾担任中国第二高职位 但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越来越孤立 他的去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温和的声音 使习近平总统能够行使更多的权力和权威 李克强在中国以外最为人所知的是李克强指数 这是一个对中国经济进展的非正式衡量指标 前中国第二号领导人李克强的突然去世震惊了许多人 前中国官员李克强的突然去世震惊了中国许多人 李克强在过去十年间担任中国的最高经济官员 以倡导私营企业而闻名 然而 随着习近平主席权力的增加 他失去了很多影响力 李克强的去世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超过十亿次的关注 许多用户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日本驻华大使馆也表示了哀悼之意 李克强曾被视为前共产党领导人胡锦涛的潜在继任者 但由于需要平衡党派之间的关系 他并未被选中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 享年68岁 外交官 中国前总理 经济高官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在2013年至2023年期间担任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 并且是私营企业的倡导者 然而 在习近平主席上台并加强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后 李克强的权威受到了很大限制 在他的任期内 习近平增加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加强了对科技和其他行业的控制 并呼吁经济自力更生 这导致外国公司感到不受欢迎 私营部门的影响力减弱 李克强在2022年被从执政党的常委会中除名 习近平则自受第三个任期的党主席打破了传统 李克强的去世正值中国面临经济挑战的时刻 如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放缓 对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的反应 雅虎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去世了 李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 以倡导若是群体而闻名 然而 许多人认为他无权无视 被习近平主席所掩盖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李的去世将进一步削弱他在党内的支持者 因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容忍利用李的去世来反对他的领导 李克强逝世 心碎离世 彭博社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享年68岁 以利用替代指标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李克强指数 而闻名的李克强 他的职业生涯因共产党内权力斗争而被打断 尽管担任总理职位 但由于关键机构受到共产党和习近平主席的控制 李克强在引导经济方面几乎没有影响力 李克强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充满 为实现报复的政治生涯的终结 副告 李克强 BBC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上海度假期间突发心脏病 享年68岁 李克强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号人物 以其务实的经济政策和关注减少贫富差距 提供可负担房屋而闻名 尽管最终被习近平主席边缘化 但李克强在中国公众中仍然很受欢迎 他从2013年担任总理直到今年退休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事实消息 李克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享年68岁 李克强曾被视为中国未来的领导人 但在习近平总统上台后逐渐被边缘化 李克强是一位经济学家 曾担任中国第二高职位 但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变得越来越孤立 他的趣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温和的声音 使习近平总统能够行使更多的权力和权威 李克强的趣事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哀悼 他在过去十年中担任中国的最高经济官员 以倡导私营企业而闻名 然而 随着习近平主席权力的增加 他失去了很多影响力 他的趣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引起了超过十亿次的关注 许多用户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 李克强的趣事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来说 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 李克强指数也是他在中国以外 最为人所知的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对中国经济进展的非正式衡量指标 李克强在任期内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改革和创新 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过 对于李克强的趣事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政治因素 习近平主席上台后 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 限制了李克强的权威 习近平主席加强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对科技和其他行业加强了控制 这导致私营部门的影响力减弱 外国公司感到不受欢迎 李克强在2022年被从执政党的常委会中除名 习近平主席自受第三个任期的党主席 打破了传统 李克强的趣事正值中国面临经济挑战的时刻 如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放缓 这对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发展 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总之 李克强的趣事对中国政治和经济 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他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 在其任期内做出了许多努力 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 然而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报复 李克强的趣事也提醒我们 政治与权力的运转 总是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 希望中国能够通过这次的变革和挑战 找到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李克强的趣事和中国的未来 你有什么看法和疑问 请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 我期待着与大家的互动和交流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